大家好,我是金姐,我现在来加油了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的油价简直涨到天价 161每升 我们在去年1月份换了一辆新车 所以它是电油混的 所以用油没有那么多 我来日本近20年 这个油价算是比较贵的了 最便宜的时候达到98块钱一升 但是那时候我没有车 加一箱这个油大约要需要多少钱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呢不光是油价 其他的物价也是在层层的像飞一样 其他的东西还可以少买点 但是吃的喝的如果少买了 那我这个人就完了 一个花了4551块钱 加了28升左右 现在我们来到超市看一下这个 以前是598现在变成798 我抱涨200 看这个鱼以前都是100块钱一块 现在也涨价了 就这个猎鱼以前也是100块 现在涨了180了 草莓呢这个是个头比较小的 298还算可以吧 大小一样吃就买个便宜的 也许大家都听说过日本的工资非常的高 其实呢日本的工资还算可以 它的工资呢在近40年内都没有很大的涨跌幅度 物价呢也没有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记得20年前我来日本的时候 中国的猪肉只有5块钱一斤 现在已经涨涨跌跌好几回了 涨呢是涨上天价了 但是跌的时候从来没有跌到5块钱一斤的时候 当然呢国内的收入也比以前高了许多 有人呢越来越感觉日本的收入很低了 其实日本的收入并没有改变 是国内的收入增长了 最近呢日本的新闻也常常报道 因为油价的上涨 还有其他原材料的上涨 这个物价呢也是层层的涨 日本呢比较容易上电视的几种菜 就是橄榄菜 还有土豆 还有呢就是圆葱 这个价格呢是比较容易上电视的 以前的话是土豆呢98一包 里边也大约有5个中等个 现在呢已经涨到598了 当然呢这是我家附近超市的价格 并不代表所有的超市都是这个价格 总之呢涨价是涨的不少 这个工资呢还没有涨 最近呢我们公司呢贴出来一个公告 我平时不看哈 主要是我同事告诉我的 说呢国家下文件 是一个人补住9000日元每个月 但是这个9000日元是国家出 还是公司出这就不知道了 我们公司挺好玩的 因为我们公司分两部分 一个就是说24小时的这种护工 还有就是像我们这样 就是说日拖的这种护工哈 就是说白天从早上起来8点钟到下午4点钟 然后他给的补住不一样 下面的24小时的那种呢就是一人给补6000 上面的像我们这种就是一个月呢给补4000 你说这上面下文件下面不按着干能行吗 然后他贴出公告来 就是说多余的这些钱呢要替老板还债 我真是想不通哈平时的不还 只有发补住的时候还 这是怎么回事 是每个老人员都这样 还是就我们老人员就这样呢 我同事知道了之后告诉我哈 也是愤愤不平挺不满的 猪肝炒豆芽 这个是糖醋排骨 这个是糖醋排骨 这个是油豆角 还有酸菜 吃一下这个酸菜 这个是糖醋排骨 不可能吃到这一那个 我会吃这个 这个是糖醋排骨 有糖醋排骨 有糖醋排骨 就不是吃了 不可能吃有糖醋排骨 我喜欢吃豆醋的小朋友是吗 看我这个糖醋排骨 非常的好吃 好想吃农场出门来的 看 粉皮 嗯 嗯 嗯 新新社会 talks or no 嗯 一破 嗯 嗯 你看看这个炒猪干嫩不嫩 谢谢大家看到这儿 我是金姐在日本下期再见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哦